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为什么不学习选美 选美最直接 最捷径的 我这样的样子选美 你这样跑到我没有信心 你也不是选美的 首先我自己觉得选美 不是很适合我的性格 我不太穿泳衣 我是真的很怕 我觉得我的人生是很大的矛盾 我明明是最怕拿路 但是我要怕拿路的戏 我经常都有这些矛盾的选择 你做还是不做 但是我没得不做 因为我想留在这里 这个就是我没得选择里面的选择 选美容易出位 嗯 接近 对啊 但你拿不到头二三 你是用得那一招都 对啊 还有七角 你这么大声说 我跳了零啊 你以为我不想 有个笑话好笑的 我当年初来的时候不是唱爱裙的 他就买我去华盛顿 但是因为没有人认识我 那些老闆又没见过我 那先去唱一场 试试的 试试 试中一样去试试 我一样穿了晚装上去唱 我上去唱了一两首歌 那下面那些客人就怎么唱 爆标 很流行的嘛 那时候保标 哦 保标 我记得 怎么唱都不记得了 天上白云飘到 地山人阿玛 我真的安排了我 我不认识 这首歌 新加坡就是这样的样子 我竟然说 这首歌在新加坡已经不流行了 我怕我不记得歌词了 我说你们不要见怪了 我记得了 哎呀 唱了 我是试试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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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群的歌 那个经理你等我了 没有了 死定了 后来经理跟我说 老闆刚才说 明天上班 我叫他 就是这样 竟然是这样 真是很奇怪 那时候是 那时候签一日三场 一日三场 晚上黑唱是三场 还是早五晚上三场 他的歌剧已经有两场了 黑点一场九点一场 然后他会买一场 去酒楼或者夜中会 我们唱的叫酒楼夜中会 什么喜万年 喜万年 以前就是那些 什么皇宫那些 那个时候我唱小凤姐在这里 我是二打六 二打六放在第三 放在尾 两点钟才唱 所以我认识小凤姐 有一次有人包床 像是摆酒的那些 罗闻也要帮我唱 因为年代不同了 Mimi也说你那里是苦很多的了 你觉得你的路是否顺利 呃 我没有 就是你的电影不是顺利吗 我跟她说最重要 你觉不觉得你的路是否顺利 就是看你能否赚钱 找不到 不是 不是很顺利 苦命的阴谷珠 但是普遍来说 其实我们这一代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又不觉得 我是 不觉得你觉得 我可以在这里做这个访问 我就代表我算可以了 是小毛文化 美水那一层 是 但是我来的时候 还有很多杂志可以拍摄 我就说 我拍了这么多杂志 然后扣除公司的分享 然后再扣回屋中 哎呀 零失是吗 不其实不是 不用再买出来 收纸屏 你说吃你自己的猫 但是她请你过来 应该是我们唱歌 她不是请的 她自己过来 自己选择过来香港发展 不是 她也有一个公司接下去 她也会过来 没有 没有 我有公司 但是屋和食物 都是自己的 我们是住宿舍 几个高兴一起住 住的不是什么住宅 是波兰街的一个商业 矮下小小的单位 所以你说 哇 那里好杂志没去 那里好杂志 我初初来香港 就是波兰街 最杂志的 那里成长者 一定不杂志 没有男人缘 没有桃花缘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滚滚脆的 我有试过有一次 我之后就要跟投资者见面 就见你女主角 我们一起拍照 过来抱着 你当我骨妹吗 Ya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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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hoo